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 一枚載有四名太空旅客的火箭 昨晚在佛羅里達州金納迪太空中心升空 展開首次完全載住平民組成的太空旅客任務 為太空旅遊創下新的一頁 9月15日晚上8時03分 可以重複使用的獵鷹9號火箭發射升空 約在12分鐘後 機組人員進入軌道 四名太空旅客以時速27,360公里 每90分鐘圍繞地球一圈 參與今次太空之旅的38歲電商公司 Shift for Payments創辦人艾薩克曼和三名旅客 將在太空停留三天 返回地球時計劃在佛羅里達州外海降落 。 北約 不 вд 4 5